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这样子 释迦牟尼佛这边退休了 也有结尾的 未来弥勒菩萨再来嘛 未来佛嘛 我们现在是在娑婆世界 极乐世界是另一个世界 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世界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 经常大家觉得辛苦 做人挺辛苦 你在欲见六道 你在欲见六道的人道 知道吧 现在还有个下三道 比你还苦 上三道比你快了一点 但都是有求欲的 有色身的 有一个我在那的 所以有一个我在那龙转的 现在是你在人道 你想出三界 你在人道 你想解脱轮回 就是不再六道转悠了 或者不再三界转悠了 你想住 因为修定力 很有可能往谁道 射界个无射界 修定力就可能 修定力的时候 到你定力很高的时候 你这个肉体 你还没死 你就可以进射界 无射界 因为都是时空幻境 你就可以 那人可以写现你的 写现你的化身了 可以化身出来 在那个世界 不是都是胎身的吗 还有懒身啊 化身嘛 那人倒是是胎身嘛 胎身就 大家就 大家就会觉得 这个物质啊 就是自己是个物质的 就是很固定的 是根身帝国 就叫坚固妄想 我说 你认为你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肉冻冻 这叫坚固妄想 其实是你 你有一个 根本的我知 在那儿没有动 你就认为 你认为 你是啥样的 这个空你很久了 就在梦里边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 中业也是 你认为你是个凡夫 你除了不认为自己是佛 因为你对佛不了解 我说你是个兔子 你想想做兔子啊 你会想有兔子的法相 因为你会 因为你了解兔子 所以觉得你 你还说我愿不愿做兔子 还这样想 兔子好不好的 耳朵是多长 你知道 我说你是佛 你就不知道了 你就 头脑中 你最多有个树像 石头像啊 但是说无形无相的如来 你了解不了的 所以成佛这件事 就显得难了点 是因为你了解 他不了如来的境界 他有时间的空间 都是希望的 就有生命轮回 就是因为有时间 就有生 比如说您说 我是生在几几年 我可能未来要死到几几年 我们不是记录一个人的生死 都是几几年生 足于几几年 就一个时间 就把他一生概括了 这就是拿时间来 你有受者相 你有生命相 你会生 你会死 佛学里边说你本无生 你就回到空性了 你认为这个生死的 这个三维头影 就是那个影子灭了 就是这个三维的影子灭了 你不会死的 没有人会死的 死不了 这才是问题 我们死不了 这很麻烦的 死不了不断地轮回 所以我们才要解脱 如果我们死了 也就算了 问题死不了 你会轮回去另一个像的 在另一个维度 再折腾 怕你掉三个道 因为掉三个道 没办法修行 你就醒不来了 三个道太苦 还醒不来 假如掉到天道 又太快了 你又不想醒来 又迷进去了 人道是正好的 所以佛来人道说法 因为人道苦乐各半 所以乐的时候 人道就狭受 苦的时候说我要解脱 我不想啊 我太苦了 所以这就是人道 为什么人力可以成功 人生难得 比如说你这个身 真的是了不起 是人道有修行的缘 由于居住 因为你想有解脱之心 处理之心 天然太快了 不处理 地狱太苦 想不出这种事了 太苦了 你跟他说 不行不行 每天研习靠大 先停下来再说 是吧 很苦嘛 苦得就不想 连个符号也不想念 太苦了 比较说不 我说不想念 我说不想念 是什么 我说不想念 是什么 我说不想念 我说不想念